物价涨个不停 民众的薪资却是原地踏步 继台北市长郝文斌要求 今年要调高基本工资之后 新北市长朱立伦也提出了 要调整财税制度的构想 他鼓励企业加薪 否则得缴更多的水 希望透过一些财税制度 包括检讨现有 所有对企业的一些减税 或者是一些优惠的措施 然后把它重新调整为 只要愿意多给员工加薪 多照顾员工的话 才给予鼓励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 简单的讲就是 企业希望多加薪 然后否则的话就多缴税 基本工资的调账 能够全国一致 这是我们现在的目标 郝龙斌朱立伦这两位 国民党新任的副主席 最近频频关注劳工的议题 并针对民众的最有感的 加薪议题来着手 台北市府已经率先 在今年调涨时薪了 而新北市除了道德劝说之外 现在也不排除以加税 来逼企业赚钱后跟员工分享 两个人对薪子的议题 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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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